那么邓颖之呢 在这套动作完成之后 我们看到 给出的动作质量分呢 是4.7分 那么演练分呢 是4.35分 最后的得分是9.05分 也就是说他这套 男刀的质量完成的并不是很高 现在出场的是日本选手 小岛惠丽湘 这名队员18岁 身高是1米52 大家可以注意看 日本的这位选手小岛惠丽湘 他呢在去年的亚洲锦标赛上 是获得了男刀的第二名 世界锦标赛呢 就是05年的世界锦标赛 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名 在男刀这个项目上 应该说他是有很强的实力 一招一式 特别是在落地以后 我们说了 现在主速比赛 有很多规则呢 有点像体操比赛一样 要求动作三地利落 不能够有丝毫的这个变动 五次比赛 场地长是14米 宽是8米 套路比赛的时间要求三分钟 他的整套动作应该说完成了干净利落 他的动作质量分应该是很高的 但是在武术比赛里边 还没有哪位运动员能够在动作演练分 也就是我们说的印象分里头 拿到满分 武术比赛 在判罚 也就是说在给运动员打分的时候呢 一共有9名裁判 他们分成A比两组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A组呢 是凭动作质量分 B组呢 是凭动作演练分 所以在这个动作演练分的这个判法上 应该说人为的因素还是比较多 俗话说这个白色萝卜各有所好 那么哪名运动员至于表现力更好 或者完成的更漂亮 那确实裁判员可能有不同的见解 或者是认识 但是总而言之 第二位出场的小岛惠利香 在南刀的这个比赛项目上 应该说基本功还是比较扎实 但是这次亚运会的比赛呢 因为它是分这个权能 在南拳权能里头 除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南刀 还有南盾和南拳 也就是说像小岛惠利香这名选手 他在南刀的比赛当中 应该说完成的不错 这也是他的长项 但是他在南拳和南棍上 成绩并不是很理想 所以今天即使他南刀的成绩很高 也很难在南拳的这个权能项目上 拿到奖牌 这也要求运动员 必须要权能均衡的发展 这也是亚运会比赛一个 特别的地方 他的最后得分是9.68分 我们看到他的动作质量分的是5分 他的动作演练分的动作质量8分 也就是A组的台湾认为 他的动作质量是满分 非常的规范标准 每个人都在做半个手段 都在去 戴 biod mixed亳装 都在第二个手段 全面的人认为